大家好,先欢迎大家收看收听另外一集的宏观经济 今天就是今晚录制的时候是3月18日星期四 也是星期四,出街前9点多钟 没错没错,但是只有我们两个 是,还有比较奇怪,通常是Eddie拍我们其他一个 如果有个人失去的话,通常你会较迟一点的记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CPO 没错,Eddie今天就有一些饭局 刚才就已经拍了一张照片,已经清光了 那些食物已经是,所以应该是去到最尾声的了 所以就看看有什么时候可以充得到 就过来参加我们 还有他有车,应该回家也很快 是啊,应该是一两次左右的时间 所以Eddie就说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们先开始吧,所以就先开始 其实其实第一节,Eddie都会讲讲市况的 那就是,还有今天就转了 美国这个转了下令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就跟我们香港是一致的 所以已经开始了,基本上是 没错 那现在呢,就开始了,看看 道指就涨一点 道指是涨0.1%,涨32.333这个水平 跟着S&P500就跌0.5%左右 NASDAQ就大严一点,NASDAQ跌1.23% 那看回10年期,债息都飙升了 昨晚开会之后 预期经济是 今年有6%多的增长 美国非常强劲 虽然都已经讲到说 2024年才会加息 但是就可能因为经济这么高的增长 就令到通胀预期上了 所以10年期的债息 现在正在做1.74 这水平也是挺高的 高啊,高啊 这个是去年这个疫情爆 就是开始爆升之前的水平 已经是 所以其实已经超过一年的高位了 是啊 上次差不多挨近1.6%左右 市场都调整得很厉害 反而今次好像 情况也好像没有那么恐慌性 我觉得似乎是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 那个板块轮动 其实也正在继续 老实说是 就是 特别是一些 我想 高增长的股份来说 似乎都仍然是有点压力的 我想 那整体大事来说 我想就是联署局 主席 世神匹愿 那说 我们定了的方向 就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就算我们 就是有任何的变动的话 一来就不会那么快 二来的话 就会神这么早 就会公告天下 那样 所以大家就不用 估计一下 那这样 所以我想这方面 也都对市场来说的话 就是 就是 有点稳定作用的 就是 起码就是说 我想市场呢 其实最不喜欢 就是一些所谓 nasty surprise 就是你失惊无尘 那样 就是过去一栋 那这个就是市场 最不喜欢的东西 那就是你如果说得那么明 又假设 给你一点点 benefit of doubt 那我想 整体是ok的 不过 我想就不能够 不能够否定就是呢 就算联储也不加息的话 其实那个市场那个 就是所谓叫market rate 就是 其实看那个treasury 就是market rate ok 那市场那个利率 一直持续地上升的话 那你始终会影响 就是企业再融资啊 借贷啊 那其实都是会根据 那个市场那个指标利率的 你联储那个 当然 是有指引性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 在那个financial market 的话呢 其实那个treasury 就反而是一个 更加重要的一个benchmark 真的 通常那些 企业发债 都是treasury 再加一个 spread 的嘛 所以如果你treasury 如果要上去呢 其实都已经是会 对企业原理 是会 就是对融资成本 是会构成压力的 基本上是 那 那 除了说市 就是除了提到股市之外 就是 美金也强了很多 就是 这个 Dollar index 就升了0.4% 现在做了91.8% 欧罗 是 比较弱的 欧罗 跌了0.5% 1.19% 现在就 那美金上升 那些商品都跌了 看到 油 GOOD OIL 就是 WTI 就现在63元 那 主要都是 美金强了 那 市通常都很弱 但是 其实我又觉得 如果你说 油 是有点 比较特别的 其实油 其实我们 前两次 都对油价 都有 留言过 那时候油价 就已经是 接近70元 已经是 那 其实我们都 我和你 特别是 都比较 不是看得那么 乐观 老实说 所以我记得你今天的 背景 我想你可能会 再留言多一点点 原油市场 那样 而事实上来说的话 就是 看回油价 由70元 到现在 其实 今天都 2.2% 现在 美国的WTI 我刚刚见到 大概63 或者 刚刚63 哪里 Brand 就66.45 左右 是的 都回了 那样 你说商品 价格 我看回 其实又 又不是很弱 我想 有个别的一些 比如说 所谓 工业用的 金属的话 我想 可能 比一个星期之前 叫做回软 一点 但是 贵金属 那类的话 比如说 黄金 白金 那些的话 其实都差不多 都是 叫做 企稳 又不叫做 很大 变动 反而 今晚 突然间 Pladeum 升了很多 升了6% Pladeum 是这两天升了多 不过 我想这是一天的 因为我见到一些报道 就是说 我不记得是哪里 一个地方 一个都是主要的 就是 出产 Pladeum 和Copper 的一个 mining 那个mine 那个矿 刚才有些事故 所以 可能会对 Pladeum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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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有些影响 所以 这两天 现在 现在 所以 似乎是 这个因素 拉升 但 那应该都是 一切 实际上 老实说 是 就是 有些 驱惑 未必是跟随大事 另外一件事 我看到 美股今天 就略为远 但是 如果看回欧洲的股市 其实就 靠稳 欧洲 你也说 欧洲 是否主要是 Volkswagen 拉到德国上 我其实 我其实 其实今天 我准备了 有两个题目 其实 都是 有点回应 就是 今年年头的时候 我都有说过 就是我说 今年来说的话 我仍然是维持 就是 整体的环球经济 是持续地 就是 修复 那 一些 经济敏感一些 的板块 那其实 我之前也说 板块是轮动 那些经济 周期的板块 敏感一些的股份 还有 还有欧洲 因为我也说过 其实欧洲的经济 是比较 老师 就是相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就很明显地 就是 tech 是佔去 最大的 也是越来越大的 比重 但是相对 就是欧洲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很多一些 叫做 旧经济板块 都仍然是佔得 就是比较大 就是那个重要性 比较高一些的 一些工业用的 就是 鼓虑 金融的 板块 旅游 这类 就是 这些是 传统一点的板块 其实欧洲 就佔比 比较重一点 所以 今年来说的话 我觉得欧洲整体我会比 整体上 不要说个别的板块 整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欧洲 会比美国 我会看 比较好一点 所以其实 就是 现在这个 正在走的东西 其实都 就是 接近我一路所说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都 会有多一点补充 因为其实近期 都见到 就是福士 就是 不过福士 你又说它旧的 那它当然是旧 但是问题就是 它现在开始 真的 痛定思痛 就是真的肯 扔很大的资源去 转型 而这个也是 看到市场 也有个比较正面的反应 还有一些 旅游相关的 我也想触碰 因为其实近期来说 明显地 旅游相关的板块 都移动得很快 嗯 你买的那只 C-Trip都 升穿了 升穿了个顶 就是 是的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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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个人持股 不多说 不過 你这样说到 我又不能不承认 你身体持股 你还是持股 那 不然我有准备了个图 也说完 但其实就不是特别想说 个人持股 我主要是说 一个板块 哈哈哈哈 是 其实我的背景 都是想 就是想留言 看到IEA 也出了个报告 就觉得 IEA也算是其中一個最權威的一個能源的組織 他說覺得這個氧化 他不是說整體的油 就是水果油可能就是 還有其他 例如一些藥物那些 都是跟水果油相關 但如果是氧化的話 他覺得2019年 就已經是見到一個頂 就是說因為EV 以及因為就算是內部的溫渦引擎 他們的耗油量也不停地向上 所以他們覺得在疫情的狀況之後 基本上氧化的用量已經是見到頂 稍後可能也輕輕可以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這個我想 不是太多人理解 當然很多人會留意過 譬如說這個原油的價格 那個市場 所以我想也可能很多網友都會聽到 就是說一些各式各樣的專家 特別是也有些網友可能說 喂 雷總也看好今年的經濟復甦 經濟復甦應該對能源需求大 對油膠應該有個支持 剛才K.O.帶出這個汽油 這個汽油其實是一個大家要值得關注的 因為我好像過去都說過 其實就是一個一桶原油 其實當然原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用途 但是其實原油來說的話 它最主要是會轉換到一些能源的 特別是一些運算交通工具使用的能源 而最重要和最佔比大 就是剛才K.O.所說的 就是汽車用的 然後再到比如說 那些油渣 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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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沒錯 就是一些重型貨車 主要的重型貨車 巴士 那麼那些就燒柴油 當然也有些就是航空的航行車用的 那些就在 那些是近乎是這個 Karo Sine 的那個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车用的汽油其实是占一桶原油的使用 就是混合来说是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也是最好赚的,通常煎氧的价格也是比较高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见过有些数字 如果以氧油来说的话,可能有接近50% 是会变成汽油的,所以可想言之 汽油的需求对油价来说 其实是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市还有出了一些经济数据 Emitial Joggers claim 就是77万 预计就是7万 其实这个数字就超高预期 那么多 7万和7万不是差不多 我没有看这个数字 不至于那么大陆差 对不起,可能我之前看了新闻 是75万和746万 以及这个76万的实际出来了 所以已经不是差不多 差了10倍就很夸张 不是啊,是对的 是70万和77万 哦,那就是差了10% 不是差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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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因为我看到其实 是的,所以我看到 如果你差那么多 如果你的数字差那么多的话 市场一定不是那么平静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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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是啊,那么 OK 最近的市场还有什么呢 都没有什么了 那就 港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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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什么 的东西呢 其实我想 其实明显地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我今年也有提出过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 不同国家的政府 其实对于一些所谓 叫做科技巨头 其实都是看得紧了 不过我猜不到 是中国先动 一动就真的 一把声就动了 就是欧洲都还慢了几拍 相对美国来说 就更加慢 不用说了 就是中国真的 就是说要动的话 动完这个 就是 阿里巴巴 那现在又 就是对这个 腾讯富士担担 那样了 就可能 还来着的话 其实对于 其他人都有机会 就是在 一些 网购方面 比较 市场战比率比较大一点 其实似乎都 都好像 逃不开这个 是一个被中央重手 就是整治的 这个 没错 一个 金刚圈 是的 那 就是 腾讯 港股 就是 恒生指数的占比也比较高 那 如果腾讯 如果是比较偏弱一点的话 那 港股也是没有什么混合 就是 有几 好似 这个星期初的时候 就是其他外围都没有跌那么多 但是 就是 就是 腾讯一跌 整个港股都被他拖了下去 那 有些新股 比哩比哩那些 都 都 依然是挺好的 就是 那些科网股呢 雖然那只快手 就已经 调整了很多 就是之前 IPO 升得很厉害 那 就由400元跌到300元左右 那 但是依然无损这个科网股的IPO的液潮 那 都是 超过21倍 但是 其实已经算是冷却了 如果你比对前几个星期的时候 那些的话 是几百倍 成千倍 就是超过订阅的 但是这个又 但是这个又不是 这个 但是这个就是第二上市 第二上市也有21倍 都算是不错的 都已经是 嗯 OK 那另外还有少少少 就是 如果讲开市况 讲开港股 有少少跟进 那 就是 长和 公布了业绩 那 那 我们两个都是这个 Money股东 哈哈 没错 基本上都是符合预期的 那 那 派息就减了 好像 就是 之前都 都 都 嗯 推介的时候都 都 就是很波泊的计算 都差不多 就是 就是现在看回它全年股息 就差不多是3.7% 左右 嗯 都还是 就是说2020年的业绩倒退 30% 都还有3.7%股息率 都非常好 今年如果复苏的话 相信都会有增长空间 嗯 相信明天的头条 就不是太集中在长和 反而集中在长实 哦 因为同日公布业绩的长实 就 除了业绩之外 也公布了 就会做一些 向李嘉诚基金会收购 价值170亿的资产 那就会是用这个发生股形式去收购 但是又不想大多股份 所以又会在市场上做回购同样 就是金额的股票 同样数量的股票 所以变相就是 就是李嘉诚自己会增持股份 就是去到45% 而且就 因为收购了多资产 也有一个保证的回报 现金回报 那 下年这个派息就会多了 多了一部分 这样的 所以明天相信 就是相信这个消息是会利好长实 就是1113 这样的 那明天应该1113会做好一些 还有有些人就讨论 他是不是这样增持 会不会是觉得 长实 因为长实 对比起NAV 每股的资产正值 其实折扬都很大 就是会不会他有意去私有化 详实 就是有人这样讨论 但是要私有化 都是比较大的金额 我相信也不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一回事 还有私有化这些都很麻烦 通常都要很大部分的股东 就是有一小部分股东反对 都会是很难完成的一回事 所以我想都是讨论为主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有股份回购 以及有一些 就是释放资产正值的动作 都是会利好股价 看到业绩会 李泽他都说 就是预期欧洲 就是他们旗下一些业务 包括是零售业务 以及他们其中一个新买回来的就是 那间那些英国 他有一个公司 就是有 是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有说过 预计那些都会做得更好 所以都可以 暂时看上去都是 跟我们预期的 概念是差不多的 嗯 说实话 因为我没什么留意到 其实他向这个李嘉诚基金 会收购四个项资产 那些是不是资产 都是物业来的 都是物业的 都是欧洲 荷兰那些物业的 所以就 海外物业 海外物业 就是从一间 香港地产股摇身一变变了 可能是一间 就是欧洲 全球性的地产收租股 是的 这个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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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上也挺独特的 这个概念 嗯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这一节我们先停一停 OK 好 好